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出来之后又震荡了一下 当然万七本来也就是一个整数 加上短线上面的怪力也比较大 所以上来的时候其实就四天震荡一下 四天震荡一下 所以今天震荡也合理 那不过盘面上还是一个很强势的多头 只是说你怪力大的时候本来就会震荡一下 那整数官法通常也是会磨一下 所以这个行情里呢 每一次到整数官的时候都这样 就会稍微震荡一下下 那震荡一下之后 那么一样趋势往上的时候 那其实它震一下它还是一样会烧去 所以你说今天的高点是高点吗 我认为也不是高点 只是短线它总是要稍微停一下喘一口气 所以今天呢 那么上冲下息 那不过基本上面 如果一直都维持在80以上顿化的话 那么这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主身段 好所以当然就要把握好股票 不过现在谈谈今天一个很大的消息 应该说今天 今天很多的高价股有拉回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先看到今天这是今天世新 今天世新就 开盘的时候今天就躺平了 好那这昨天晚上的时候一个消息 就是飞腾 美国要把飞腾等八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好那么今天世新呢 就第一个先往下 今天就直接就跌停了 好那么如果讲到这个事情 那世新出飞腾的比例比较高一点 大概约3、4成左右应该是飞腾的比例吧 所以它是直接相关 那直接相关呢 当然股价会难免会有点影响 不过基本上他们也不是在军用方面 好那只是说今天世新拉回来 让很多的高价股今天也都全部拉回 那不过每一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 那我觉得今天有一些是被连带影响到的 那那种大部分是心里面的影响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比方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金利科今天的拉回 好那早上是一度翻红的 那早上其实一度翻红之后到尾盘的时候 那又受到一些气氛的影响 所以翻红之后又回 好那么如果要讲金利科 那其实就真的没什么关系 因为飞腾本来就不他客户 而且不只是飞腾 那八家都不他客户 谁都不是他客户之后 这就是一个应该说今天就是一个被影响到的 那或者是说是有点应该说是这个不应该跌的 因为他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今天多跌下来 那多跌的将来就会强劲反弹了 因为这本来就无关 那金利科东西跟那个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不是 所以今天这里的话就是受到了这个无望的影响 那不过有时候股票是这样 那你跌短线被这个影响到的后面 通常会涨更快 那通常很快就涨回去 因为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嘛 那更何况金利科第二季还很好 对不对 第二季他的新的NIE也好 这些第二季都很强 那下半年更强 那所以有时候股票之后 涨多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莫须有的利空 或者会有一些无望子栽 那那些东西我觉得到最后你拉长来看 它都是要涨回去 你现在多跌的将来就是要加倍回来 因为他跟他一点关联都没有 那今年获利还是一样强 所以今天我觉得有很多股票 有一些是跌假的 那那些的话你应该就是下礼拜日找买点 不过用这样的一个消息 随便把符合清洗一下 就中线来说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每次醒完以后上去就很快 对不对 像金利科我说 中国的行政电脑 跟那几家也没关系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季的数字也强 是不是 所以还是一样要长 所以有时候拉回来之后 将来上去的空间就更大 那还有一个也跟他没关系的 那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完全就是错杀 应该说根本就多跌的 对不对 爱普有什么关系吗 爱普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不对 爱普不要说跟这个 那八家没关系 对不对 他根本跟那块都没关系 是不是 应该说他这个 基本上就是台积电的先进支撑 那台积电的先进支撑做不做 那还是一样在进行之中 对不对 而且今年一样 很多个案子今年都会进入量产 所以很多案子今年要进入量产 他还是一样获利会一样强 那后面营收也是一样高 对不对 接下来也是一季比季高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多跌的 所以股票有时候常常 有时候 短线上有些心里面的影响 会让一些股票挫杀 那那种 最后你拉回来看 它都是涨回去 而且通常是 你多跌的上面涨得更快 因为那一段都是没必要的 对不对 我是先进支撑跟他有关系吗 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是今天气氛影响 再加上刚好又是放假钱 那放假钱自然就会有些人想说 短线有些市场的一些福额 就会先出一下 那不过其实不管他们哪一个 这波以来也是好几次的买点 那每次都是涨上去了一段之后 就来个利空 那或者来一个短线的回答 那拉回之后洗下来后又上去了 所以还是一样 这个拉回都要找买点 因为最终它都是走在产业的趋势 最终都是照产业的来 对不对 该往上的还是一样往上 所以你看今天的指数 这个下跌72点 那不过很多该涨的还是要涨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彩玉当时这是第一天挂牌的时候 这个就做了新贵股王 那从第一天折瘦我就跟你讲 对不对 它一定是新贵股王的 是不是 而且这数字我觉得只是刚开始 因为你如果知道彩玉东西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千金股的候选人 是不是 那我昨天也跟你讲 其实它昨天前天都整你不是吗 那我是第一天就跟你说 那边大概晃两三天 那晃三天之后再来就会喷出 对不对 来看看今天彩玉 是不是 来你看今天 有没有 就直接就喷出去了 对不对 今天开高然后震荡走高 今天最高走到了580 8块钱 是不是你看一千涨多少 对不对 今天一天是14.5% 对不对 那你来看K线 K线是不是 我从第一天跟你讲啊 是不是 我跟你说这会喷出嘛 对不对 它第一天上上来之后 我就跟你说会震荡两三天嘛 那两三天之后再也就喷出啊 好啦所以现在的话轻轻松松的往上喷出啊 对不对这也是下一个千金股候选人啊 你又说真的还假的 现在这个我第一天就跟你说它有这么大爆发力 对不对 你要知道CIS昨天大力光部法说 大力光部法说讲很清楚嘛 是CIS大缺货 现在CIS是非常非常缺货 非常缺货 那你知道缺货的东西里面 如果又很少人做 那个就更强啊 对不对 我说CIS 这个里面就是只有三个嘛 是不是 那些组装的不算哦 对不对 你买来组装的或者很低阶的不算哦 对不对 我说现在在中高阶的就三家而已嘛 那这三家 一个是三星啊 是不是三星主要它自己的嘛 那还有一个Sony嘛 那Sony要转单嘛 对不对 转到哪里 就转到台积电嘛 那转到台积电 台积电跟谁一起做 那个CIS 就是下半段是台积电的 上面是采域的啊 对不对 他们两个就做完一个CIS嘛 所以那个东西的难度非常高啊 我说就讲过啊 那个CIS它去感测里面的光线 感测里面的颜色 你只要有影像辨识 影像辨识要什么 你当然一定要感测到颜色嘛 你感测那个里面 它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点 要让红光过 绿光过 蓝光过 那个不一样的 对不对 而且它是在很小的一个晶片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细微的点 那一个点上面 你要让红的光过 绿的光过 蓝的光过 是不是 还是要加上特殊的东西 还要加上一个微透镜 怎么加 那个难度是很高 所以我说这是 这个其实 在新贵里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股票 我第一天就跟你讲嘛 我觉得这股票是可以让 人赚打钱的 而且它技术能力有强 是不是 技术能力强的 你又遇到产业大好 大力光是不是说缺货 对不对 大力光说缺货 那谁缺货最大 是不是 缺货 缺货其实本来就已经是很大的利多 但重点是那一块里面又没几个 对不对 你受惠不是更大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说 这个会喷出去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就直接喷出了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说新贵你要看这个 你当然是看这个 对不对 它的股权又超级重 台积电73%左右嘛 本来80几% 那80几%拿了一些出来 这个做这个 就是做成效嘛 对不对 因为要上新贵嘛 那他拿出来的这一些 他拿出来的 分散出来的筹码 都是机构投资人 对不对 所以你本来台积电 就大概是86% 87% 那那个机构 再加上新的机构投资人 也不会卖 他一样不会卖 所以你等于有80几%的筹码 是全部锁定的 全部都是锁定的 但只剩下12 3%在外面 也不是在外面 12 3%里面大概包括一些员工 等等之类的 那筹码是非常少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 你让他晃两天嘛 那晃两天 把这些筹码洗掉了之后 都消化完之后 剩下80几%全部都不会出 是不是全部都不会出 但产业地位强嘛 对不对 产业地位够强嘛 而且几乎全球就几家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积电概念股 里面最强就是这个 那再上来的话 你说会到哪 那反正我就跟你讲过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千金候选人 对不对 这空间就很大嘛 因为你要想那个 现在的应用是越来越大 而且话数是越来越高 对不对 那你用到这个的时候 又没几个 你又没几个 那毛利也高 是不是 人家的毛利也高 而且如果没有 如果没错的话 第二季的毛利更高 再往上那个毛利 已经快要接近IP的毛利 是不是 所以我说爆发力大 所以我说大家要把握好 股票就这样 那我觉得你新贵这档就是要看 对不对 这个新贵股王是做定的 那其实第一天就是股王 那我跟你讲 那个股王只是开始而已 那接下来的话 反正我们千金股很多候选人 那新贵这档我觉得是最有看头的 对所以还是要注意 所以我就跟你讲把握好股票 那今年其实 你不要看盘今天 对不对 盘今天是震荡没错 但是今天震荡是给你买的 是不是 今天震荡是给你买的 这个一样多头是没有变 对不对 他就是在这里会稍微停一下下 是不是 你现在这里的时候 他是不是停了一下 有没有 就像你跑步 你跑百米 你中间也是要停一下 那这里停一下之后 他就是消化掉这个乖离 这个乖离消化掉 少剧创警告 那现在震荡一下也是消化乖离 所以他震荡一下之后还是要上去 对不对 但重点是个股还是 个股还是重点 讲到个股昨天是不是讲 站稳600准备喷出 对吧 来昨天礼拜四就说 站稳600准备喷出 我就跟你说你要报好 今天很多股票你要知道 该买要买该压要压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就上去了 就真的喷出了 有没有 今天就开高走高 直接喷出今天是亮灯涨停板 今天留698块钱创新高 对不对 698块钱创新高 已经288块钱了 那410挂牌第一天 就每天讲 对不对 挂牌第一天我就告诉你 这大标股 是不是 这就是大标股 对不对 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一定要买 而且我买点都讲很清楚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 其实也还不错 是不是因为买点都讲这么清楚 那买点讲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随时都可以买 对不对 你来看看今天 是不是就喷出了 来 你看看 400亿啊 对不对 当然最低不是400亿啊 不过基本上面 你也不可能去买最低啊 那讲那个也是太假 对不对 你400亿到今天 有没有 今天说多少 698亮灯涨停啊 差280几块钱啊 是不是 你只要买10张就200多万啊 懂这意思吗 10张就200多万 而且没多久啊 而且我一开始就跟你讲过嘛 这你抱住就对了 只能这你抱住就对了啊 我当时会跟你讲 你这种产业地位 现在投信才买一点点 法人才刚开始买 那你这个产业地位 每一年不含大陆的话 复合成长率几乎三成啊 对不对 后面还有电动车啊 还有全球第二大 你这种产业地位 法人 法人 就是得买啦 他现在才买一点点 就已经这样子了 而且你记得我前两天跟你说 你看这成交量 是不是 我昨天是不是也跟你讲 有没有 涨一段上来之后 每天成交量只有一两千 就只有一两千 全部都被锁定了 是不是都已经被锁定了 那为什么被锁定了 对不对 后面还有大空间嘛 我就说今年获利超强啊 是不是那股价还有分出啊 来我们来看从第一天 400亿就跟你讲 我400亿就跟你讲 有没有 来469啊 有没有 第二个买点啊 对不对 430嘛 那你当天就现买现赚嘛 是不是467啊 然后开始喷出了嘛 521块涨停创新高 573块钱涨停创新高 630块钱涨停创新高 然后656块钱涨停创新高 没有涨停创新高 对不对 那震荡几天啊 休息的时候是不是昨天说 准备要喷出了 对不对 准备再度喷出嘛 那结果今天呢 是不是就喷出了嘛 有没有 今天10点半多就亮灯涨停涨停锁出 698块钱 这些差已经288了 那你要知道430还有一个买点 470一个买点 前两天还有加码点 对不对 你单单前两天加码点差100 也差100块了 是不是也差了100块钱呢 是不是就两天的时间 是不是那更不要说从一开始到现在 288块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要喷啊 2月份已经2.76了 对不对 速度比原来的更好 2月份2.76 3月的营修比2月还高 对不对 大概一季 第一季大概就8块钱了 那第一季8块钱 今年全年35块就很轻松了 因为你接下来还有伺服器的大订单 资料中心的新订单 今年开始出货 是不是下半年还有另外一个新客户 要给我认证 对不对 这还是前面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更不要说这个本来产业成长就强 然后电动车还有个后面的新题材 那个全部都还没算进去 是不是 所以我说你合理上看30倍产业龙头 这是不是很正常 对不对 产业龙头筹码又干净 后面还有电动车 是不是 所以这就有得赚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一路买好压好报好 是不是赚得很快 那也没几天呢 对不对 一路创警告 是不是长停板创警告 那很多人问我说 还要长到哪里 那我其实也讲很清楚 反正你报好就对了 对你报好就对 今天很多股票你要会报 对啊中间偶尔会洗你一下 是不是 你看像AES也一样 对不对 第一天上去的时候 你消化一下下 这个是一个买点 那你公开讲 在喷上去之后 我昨天也跟你讲要喷出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筹码就知道 已经锁成这个样子 对我就跟你讲 还要再喷出 是不是你这样一段状态多过瘾 这一段状态多过瘾 那随便都可以大转 所以才说要把握 因为今年你用这个方法赚钱 我觉得是还蛮快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今年要把握机会 那大盘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完全不用担心 你本来涨你本来涨几天 它就会停一下 不正常是不是 本来涨几天就停一下 对不对 所以你涨几天会停一下 有人说这个量比较大 对没有错 是不是就像这里也比它大一点 你涨几天停一下 那个量一定会比前面大一点 是不是这不会改变 但它不是爆量 它不是爆量 它是均量再往震尖加 大概就震荡一两天又要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个股 那个股当然表握表股 那好股票是非常多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还是赶快把握 趁着盘拉回的时候 这两天震荡的时候 赶快把握接下来的表股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非凡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当然今天的话 很多股票今天震荡比较大 不过呢 我觉得最后还是看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评价 应该说你获利好的 然后你数字高的 那你后面有梦的 然后那个东西是具体可以预测的 其实它都还是一样会往上 所以有时候呢 你看涨多过程里面 它中间会停一下停一下 不过基本上就把握 把握标股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到最后的话呢 它还是要走到它合理的价位 很多股票就这样 就像我说这个AES的意思一样 是不是 AES它就是要走到三十倍以上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就合理的 这是很合理的评价 你产业龙头 你当然是三十倍以上 那你三十倍以上的话 所以它股价就是一路闯新高 那话说回来的话 我觉得敦泰也一样 是不是 敦泰那么来 这数字就差得很低 那一个月只差0.22 股价差快一倍 对不对 那今年获利是差不了多少 就伯仲之间了 那伯仲之间股价差了一倍 有这样的道理吗 对不对 那当初天悦不是也是从这里上去的 对不对 当时天悦也是从这里上去的 因为他生下来就这样 对不对 他当时也是一百多块这样上去的 是不是 所以我说很多标股要把握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敦泰的话 那么人家也是 其实今年真的要把握标股 都速度很快 因为你就有合理的大空间 对不对 所以就连续涨停 所以敦泰其实已经 有没有 一二三四四根涨停 那二一八第五创新高 那昨天是第五根涨停 那震荡一下之后 还是要继续涨 因为那个比价空间还是很大 而且他们的数字是很好 应该说第二季的获利数字都会非常强 单季的数字都很高 三月份的数字其实天悦也蛮高的 但是第二季会更高 那敦泰的意思是一样 那第二季也非常高 所以那个数字来说的话 包括天悦也都还会在涨 那敦泰就更不用做 因为敦泰空间就更大 对不对 你一样的EPS差不多伯仲之间 大概差一点点而已 那一样的EPS股价还差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有更大的空间 都可以很轻松赚 所以今年的话还是要把握表股就对了 那再来点序也是 对不对 点序第四季就已经48%了 那涨价效应后面才正式要反映在股价上 对不对 因为你当你在涨价的时候 你的毛利是会拉得更高的 对不对 你毛利会更高 那所以基本上 全年就上看15块钱的获利 而且他有两个副爸爸 对不对 还有包括一个联电也是他家 也是他的副爸爸 那联电本来就是产能 所以你产能就比别人有优势 是不是 所以你就更容易取得更多的产能 更利于不败之地 好 所以呢 来 本益比不到10倍来西设计 好 当时是真的 不只是不到10倍 其实还距离很远 因为那时候才120左右 对不对 120左右你就随便买 是不是 所以也一样就是 其实股票今年很会涨 很多股票都有大空间 因为你用15块钱来算 爱西设计不是20倍以上 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就会飙 所以我说还是要把握好股票 对不对 尤其是趁着盘震荡的时候更好 那像我们的新标股里面 大战无人机鸿海的车用镜头 那当然鸿海它就是 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它的股东 所以那么这块里面 当然这就非常重要 应该说鸿海你要做车用的话 这块就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今年的超级大软件 对不对 因为它也扩厂 而且它扩非常多 那扩厂还不是扩一点点 这一扩就扩了一倍 对不对 扩一倍这么积极扩厂 就是迎接后面的新订单 那我刚刚说鸿海 LFH车用 是不是 这是鸿海家族 那再来其实还有AR 对不对 那AR 比较少人讲 因为它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苹果的AR 这两个都新东西 其实一个东西转机就够了 其实一条转机就够大了 但是要是鸿海的车用 加上苹果的AR 那两个加起来力道更强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种大转机股 也是要把握 那今年就是要学会把握标股了 那盘震荡一下最好 是不是 下礼拜也就是一样 还没有上车的 还没有进场 还是一样把握新的标股 对不对 因为很多股票空间很大 反正你就是跟着我们做 你就会知道 400亿要买 430可以加码 470还有一个买点 包括你买还买不够的 前两天还有买点 你随便都可以进场 然后你都不用卖 你其实不用卖 对不对 你说真的假的不用卖 对我就跟你讲过 这个就是合理的 至少会到的东西 那我就不知道你干嘛要买 对不对 我就说你今年可以赚100 你今年可以赚1000万 就赚1000万 不要只赚100万 这个就我之前讲了 你就记得这个原则 然后赶快跟上来操作 对不对 因为标股你不只要 你不只要知道标股 你还要会上车 那你会上车你还要会加码 你还要可以诊断报道 对不对 你要可以诊断这样一大段 这个很快 没有多久 你以为他给你 你以为他给你搞个半年一年吗 没有你看看 就这么短而已 就这么短而已 对不对 今年股票就是一次涨 今年股票就是一次涨 所以我就说 你还没有跟上朋友 都要赶快跟上 对不对 178标股就是 党党带你一起标 党党都是强棒 对不对 最新的题材 而且又空间最大的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来赶快跟我们 线上的助理联络 因为我觉得 还每次震荡的时候 都很好的时间 是不是 震荡后就出标股 因为筹码都洗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把握下个礼拜 还没有进场的朋友 要把握标股的一起进场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一起来赚大钱 感谢大家周末愉快 明天见